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心麻花 还没有上春外火遍大江南北时 那些年开心麻花的话剧只在北京有演出 不记得是2011年还是2012年 开心麻花来天津 冰湖剧院那个小小的剧场 乌龙山伯爵 王宁演男主 沈腾演神父 艾伦严谨探 长远打酱油 那也是我第一次看话剧 那一次被话剧的魅力深深震撼 连每一个配角的性格都十分饱满 也被话剧演员的敬意所打动 结束十大幕 慢慢落下 观众依旧在为演员鼓掌喝彩 演员依旧在幕后深深鞠躬 等待观众们离场才下台 我在想 为什么沈腾和开心麻花 为什么这么受大家的喜爱 除了剧本好 话剧演员的功底好 能演能唱会跳 还有现在演员们少有的认真和敬业吧 我露一露肉就能博眼球 炒一炒飞门就能博出位 又有谁能以花大把时间 研读剧本揣摩角色性格磨练自己演技呢 现在的西红柿首富 沈腾的主演 就像有观众映后交流实体道的那样 成为了影片的特效担当 我印象最深的是 最后沈腾饰演的角色拿钱去救人 因为他这样是违法规则 就无法接触三百亿的遗产 他抱着钱哭 一边又很耸很气 又很无奈的骂街 刻画得很好 把人物形象哭出来了 有种自恨的情感 但是却没有自弃 沈腾的站位是很高的 你看他的作品就知道 他不像一般都作品那样去取悦观众 观众想看什么我就拍什么 什么赚钱我拍什么 纯搞笑那种 沈腾是把自己的想法和观念 通过小品通过电影的形式表达出来 里面都有很深的意义在理念 让人看完之后不仅仅是开怀大笑 还有深刻的反思与思考 我觉得沈腾你的才华 就算拿第一也是居才 就那些作品摆出来 不谈搞笑 只谈高度 高下立判 沈腾被大家熟知 还是春晚小品今天的幸福 说实话 照本山退了之后 这是我看得最乐的一个小品 包袱密集而自然 演员表演生动且游刃有余 不像其他演员那样 靠扯着嗓子喊叫来求掌声 典型的就是黄红 沈腾他们很自信 就是靠着包袱和表演来让你笑 不尴尬 再往后沈腾就开始发力了 心花怒放里的酒吧老板 男三号吧 滚蛋吧 肿流军里的渣男男友 角色多变不重复 沈腾的演技不只是喜剧 沈腾在参加王牌对王牌的游戏环节中 陶红曾问沈腾将来会给孩子取什么名字 沈腾不假思索 我就蹦出来三个名字 沈浪 沈漂亮 沈芳真是坑儿女的爹 把一旁的张峰一都笑到了 沈腾 沈腾